戴著藍色手套 小心翼翼 把瓶中的液體倒出來化驗 裡面的液體無色透明 就像蒸的高粱酒一樣 但實際上一驗 裡頭有60%是液態安非他命 準備要從台灣闖關出景 進口的時候 以酒來為裝安非他命 液態的安非他命 被海關擦禍的 那這次是出口以酒 還是第一次 打著58度特級彈莊金門高粱酒的名號 向境外出口毒品 卻被氣毒犬嗅出端倪 在專業見識人員眼中 這批酒真的很有問題 包裝破口 打贏日期也有破綻 但關鍵是這批高粱酒的白瓷瓶身 並沒有造假 也就是說毒銷利用真品空瓶 禮貌換太子 卻讓金門高粱酒背了黑鍋 大批安非他命怎麼製造 還是來台灣中轉 可以確定的是找到大量購入酒瓶的源頭 就能追出這一批液態安獨的大藥頭 藉由右衛林程序跟台北報導